坐乌龟公交车旅行 这就是乌龟公交车呀 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了 你们在人间是见不到的 好的 这个乌龟公交车呢 就是只有当满月时 穿梭在仙界与人间的交通工具 对于你们这样的先生来说 就是你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哇 太酷了 听说仙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果然如此 快点上去 快 哇 真大呀 哇 还有一件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浪漫大叔 测试麦克风 哈哈 大家好啊 我是负责引导大家的喇叭大叔 我将带领大家到达神奇的神仙学校 你们准备好开始旅行了吧 我们快走吧 快 出发 好的 出发 出发 真酷呀 村子就像肚子那么小 注意安全 请孩子们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那是 我要坐到那个椅子上 好 这肯定不是椅子 快现身 玻璃 玻璃 不不不不 同学 你坐的不是椅子 是玻璃 同学 玻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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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叫玻璃 和你们一样也是这学期的新生 擅长变身术 但现在还不太熟练 真厉害 不用毛笔也可以变化呀 我说桃 谁说变化必须得用毛笔呀 反正都是骗人的 最棒的还是 我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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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打打打打打 还是武术 你们是神界的子孙后代 每个人都掌握着一种特殊本领 你是武术神仙的后代 玻璃 是变身神仙的后代 玻璃 桃 是召化神仙的后代 你们各自都掌握着一种本领 但还是缺少发挥本领的能力 所以要来学校好好学习 好好休息 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 将来肯定会拥有强大的能力的 哇 到时候我能把龙召回来吗 什么呀 那要好好努力才行啊 什么呀 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我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到了学校以后就能知道了 这次要停车的地方是大象岩石 从左边门上车 上车 没有人上车吗 没人呢 喇叭大叔 谁在这上车啊 是企鹅兄弟 不会吧 还没毕业呀 这是第几次了 好像是第三次了吧 玻璃玻璃 我说的是在毕业考试中经常落榜的傻瓜兄弟 已经 三次了 已经到时间了 肚肚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的话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 我们是绝对不能迟到的 没办法那么出发 哦 好像有人过来了 哦 哦 哦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受情啊 你们来又添乱 你知道大家等多少时间了吗 嗯嗯嗯 谁呀 是嘟嘟吗 我已经很拼命地跑了 啊 你的弟弟呢 怎么 就你自己呀 什么 他还没到吗 我也不知道 他比我早出发半天呢 什么 不管了 受情啊 你弟弟这次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了 快点上车 是吗 那只能这样啦 那只能这样啦 嗯 这俩兄弟呀 走 出发 等我一起走 等我一起走 客气了 在哪 在哪 受情我 受情我 你真坏 不带我去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是比我早半天就出发了吧 是啊 那你怎么迟到了 嗯 那 那是 因为不想迟到 所以我早早就准备出发了 对 做得对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出发了 做得好 啊 生怕 生怕 歇一会儿的话就会迟到 所以一路都没停 除了吃饭的时候 不重要的不用说 嗯 嗯 嗯 走了一段之后 好好想了一想 到早的话还要等乌龟公交车 那样还不如睡一觉再出发 正好能按时到的 啊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出发呢 啊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出发呢 就怕迟到嘛 所以 啊 晚了 听到有人经过就醒了 嗯 现在好好想一想 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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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人好像是兽企鹅 嗯 嗯 嗯 想多睡一会儿 嗯 迟到已经晚了 嗯 结果呢 因为睡觉所以来晚了 本来干什么都慢 竟然还在半路睡觉 你个笨蛋 哥 你路过的时候叫我不就行了吗 你们俩是世上最少的兄弟 不管了不管了 已经晚了 快点出发 出发 好 稍等一下 注意安全 不要在栏杆上回 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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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哇 快到了 玻璃 桃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到神仙学校了 会有怎样的有趣经历等待他们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